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他具体地方 养蟑螂 养在农村搭起来的房子就像养猪一样 养蟑螂 据说他现场采访的时候说生意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我看CNN是个白人记者了 他进到那里面之后 他就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 因为整个屋子里头全是蟑螂 那他养那东西嘛 连人走在那路 走哪爬哪 路上都是 然后那个养蟑螂那个人呢 戴个眼镜 戴个金丝眼镜 蛮有文化的样子 然后拿起蟑螂就跟他说 跟他讲说这生意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挣钱 怎么怎么好 好像他说你卖出去干嘛 说人吃 人吃蟑螂 整包的蟑螂他给 我不知道他是给轰死了 轰干了 轰死了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死了 干的 然后用这个大塑料袋 一袋一袋 那爷们拿起来就冲着那个记者对着镜头啊 就吃了一个 吃了一个 然后他跟那个记者说你尝尝 那记者啥也没栽呢 那个一根都没栽进去 然后他就到市场问怎么吃 看起来是夜市卖的 他用锅油把那蟑螂炸了 炸完之后 你看那蟑螂 它有那翅膀什么的 它就全炸起来 然后他也拿出一个给那个记者吃 这记者闭着眼睛 作着嘴 就咬那个蟑螂屁股那儿 就这么轻轻的咬了一口 咬完之后就他浑身那个打逮的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叫打逮的 那影片结束的时候 就是一个母亲给自己的女儿五六岁吧 买了一盘 那女儿正好把这蟑螂放嘴里头 影片就结束了 那我印象中三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 在国内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喝王八血 喝这个吃这个 喝王八血 你就只要吃王八就有王八血嘛 喝这个蛇血 那我个人其实从来不吃 我说不上来 我就觉得他如果算五毒之内的话 我个人从内心中就就一种拒绝感 做人讲品味了 做人讲品味 人的穿衣戴帽 衣食住行都会反映出这个人的品味 那一个人正常的环境下 他的品味不在于他的有钱 他的品味在于对生命的理解 对自我生命的理解 对别人生命的理解 与周围一切相关的所有生灵的理解 品味高的人 他会懂得怎么做 一个吃蟑螂的 你想想 但是今天很普遍 所以就是妖魔鬼怪乱七八糟都出世了 出现了一个乱世的背景和乱世的环境 所以这是在我眼睛里这么看的 那我个人做节目也是秉承着这个概念去看 而不是什么政治评论 我要从政治评论 新闻角度 社会角度 跟大家说这节目的话 我跟你说 没人看我节目 没人看我节目 今天大家看节目 我们也没有任何市场推广 什么都没有 对吧 就像朋友说是 涛哥 你后面背景得换换 我没钱换 但大家喜欢看 这就是说 人在内心中我们有着共通的灵魂层面的生命的理解 在节目中我们能够彼此分享 能够彼此感悟 这就是基础 所以谁在说我自己的节目 看石涛的节目 在看政治评论 新闻分析 你根本没看懂我说什么 我不是埋态你 我不管你是哪毕业的 不管你是哪毕业的 你根本没看懂我在说什么 证明杂志最新的版本 文章题目这么说 你根本没看懂 你根本没看懂 中共不敢公布 中共的红二代红三代有80%经商成为了亿万富翁 证明杂志披露说 涉及到大陆财富高度集中 中共的红二代三代家属 八成经商成为了亿万富翁 而官员们却在隐藏着自己的资产 这些数据从来没有作为官方权威发布过 其中最主要的担心是造成加剧社会分化和仇富意识的计划 损害着政局的稳定 那我觉得这些没什么可讲的了 没有人不知道 对不对 我早跟大家讲过 丛林法则圣者王后败者寇 它的基础促成了他们会这么做 而它的更大的一个基础促成了 妒忌记恨恨人有笑人无 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脚后跟的最后面的那块村上 正名杂志讲 根据国务院研究史 党校研究史社会社科院的调查数据显露 中国大陆财富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家庭 有将近300万户左右 那其中亿万元的超级富豪集中在北京 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 六个市六市占了250万 那它一共有300万 六个城市占了250万 北京天津上海 那可以明显的看出 上海杭州是一个 北京天津是一个 广州深圳是一个 三个地区 对吧 那在北京天津的一定是高层围观的 家族势力的 那在上海杭州一带 一定十有八九跟整个江家帮体系相关 在广州深圳一带的 那恐怕就是生意人多 跟政治层面相对少 对吧 或者是 或者是在中共权斗过程中 跑到那边去的 不在京城待的 不开玩笑 对吧 不开玩笑 习仲勋就是八九六四之后 到了深圳 不再回北京了 他跟邓小平分道扬镳了 文章介绍说 调查统计除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之外 覆盖了全国 不太完全 但是也受到了无法克制的局限 这是没错的 而最大的局限是富豪在境外和国外的资产 没办法掌握 那根据这样的考证之后 发现在325万有官方背景的家属移民当中 持有财产是7.2万亿到7.6万亿 红二代红三代家属八成经商 红二代江泽民曾庆红家属占经商占百分之七十八 红三代家属经商占百分之八十三 红二代家属子女经商平均五年以上都会成为亿万佛 同样是正名杂志 说徐太后用了两亿元安置了15个女人 因为她要跟他们关系结束 而在她过去时间里 她曾经安排了八十多个女人在中共国防和军事部门任职 她是军委副主席 她才安排了八十个女人 原来的皇帝三公六院七十二偏非外加三千加利 她才能八十个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愿意看 我觉得无所谓了 你记住她能干什么 反正她也不知道干了什么 她就得了艾滋病了 所以最后说是得艾滋病死的 不是什么膀胱癌 真正是得艾滋病死的 对吧 人家是石流群下的风流鬼 但这普天之下可只有一个徐太后 今天奋斗的年轻人 小伙子小爷们们 你们在追求这些东西 你能达到人家徐太后几分呢 打死你 你也赶不上她三分半秒吧 但你心里同样想的是跟她一样的东西 你不再作俭自己是什么 你不再糟蹋自己是什么 做女人的 有几个女人能摊上 能够搞定徐太后这样的 对吧 她夹在一起不就还不到一百个吗 人家周永康厉害 说弄了四百个 那她也有数啊 她弄了四百个一年 她忙活不过来 你说谁急 你说谁玩谁 是女的玩男的 是男的玩女的 牲口都不如的东西 不是吗 但他们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之一 嘿嘿 就是这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朝代 这是一个整个环境崩溃的真实场面 但今天身在其中的人就不愿意承认她 总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徐太后 意思就是没死 但是我有那么多钱 我有那么多女人 那与此同时呢 法广一篇报道 其实它转载的是亚洲周刊的头版文章 中共人士唤写风暴迎接金秋六中全会 这个标题呢吸引了我 我个人也确实认为 这种唤写风暴一定是在六中全会之前 而六中全会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这篇文章内容呢写的太水了 太对不起啊 就觉得太没有什么内容了 因为确实从分析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没什么可讲 他主要讲军队的变更和地方大员的变更 具体人在我的眼睛里都瞎扯了 换血风暴绝对不是这个 换血风暴是应对习近平 今年一月份中纪委六中全会的目标 他要把那事干了 所以我一直认为 人们说江泽民什么时候死 六中全会之前 他只有那时候挂出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